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我是中正高中英文科老师,吴俊逸 今天我们要来学的是夸试法 什么是夸试法呢? 在开始之前,我们来一起练习夸试法的英文发音 夸试法的英文呢,有四个音节 跟着老师念一遍 Hyperb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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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学会了吗? 那么,什么是夸试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夸试法也就是将文字叙述夸张化 使人听了或看了印象深刻 就如同中文的夸试法 你的电脑是几世纪之前的产品啊 这代表你的电脑非常的老旧 或许现在的你们根本不知道这台东西是什么 又是否你常常听长辈们对你说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呢? 这代表一个人的历练非常的深,非常的广 又或者是我们肚子非常饿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 我的肚子好饿,饿到可以吃下一头牛了 又或者是我们等电话等了非常久 我们可以经常听到 我等你的电话已经等了一辈子了 所以同学知道夸试法是什么了吗? 那么,为什么要有夸试法呢? 我们使用夸试法来加强文字及说话的情绪、效果和反应 此外,夸试法可以让你的英文更富感情、更生活化的表达 接下来,如果你还不清楚夸试法的目的为何 那么,我们来比较夸试法与一般描述的句子 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个句子 If Henry can't see his girlfriend, he will die 右边的句子 Henry loves his girlfriend very much 同学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哪一个句子是夸试法吗? 没错,左边这个句子是夸试法 因为呢,他说到 如果Henry他没办法看到他的女朋友 他就会死掉 这是非常夸张的用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的句子 左边这一句 He is a very rich person 右边这个句子 He's got thousands of tons of money 同学们,哪一个句子是夸试法呢? 没错,答案是 右边这个句子 他非常的有钱 以至于他的钱有好几千顿重 我们再来比较一个句子 左边这个句子 That joke is so old That the last time I heard it I was riding on a dinosaur 右边这个句子 That joke is so old That no one is laughing 同学们,左边和右边 哪一个是夸试法呢? 没错,答案是 左边这个句子哦 那个笑话太老旧了 以至于上一次我听到他的时候 我还骑在恐龙的背上呢? 那代表这个笑话是非常的老旧 久至远古的恐龙时代 我们再来比较最后一个句子 左边这个句子 The movie was so long That I grew an inch After it finished 右边这个句子 The movie was so long That I fell asleep in the theater 同学们,是左边还是右边? 相信你们应该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没错,答案是 左边这个句子是夸试法 为什么呢? 因为句子里面提到了 这部电影非常的长 长到当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 我都已经长高了一寸 所以这是非常夸张的叙述 那么接下来 同学,我们会在哪边看到夸试法的使用呢? 基本上夸试法的使用 常常出现在非正式的口语表达里面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听到夸试法之外呢 我们常常也在诗 歌曲里面听到夸试法 所以呢,同学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的歌曲里面 像是我们可以在 Bural Mars的这首Grenade里面看到 像是歌词中的 I'd catch a grenade for you I'd throw my hand on a blade for you I'd drown in front of a train for you You know I'd do anything for you 所以呢,这四个句子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Grenade这个单字呢 是指手榴弹的意思 他第一个句子说到了 我会为了你接住手榴弹 第二个句子他说到 我会为了你挡下锋利的刀刃 第三个句子他说 我会为了你挡下火车 最后一个句子他说了 我会为了你做一切的事情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歌词里面 特别是在爱情的歌曲里面 我们常常会用到 非常多的夸试法哦 同学们,我们可以看到 另一个例子 在《目光之城》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当中 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 为了等着你的到来 我每天如行尸走肉般的活着 又像是第二句 I've loved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我已经爱了你一千年了 又或者是在第三句 I will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我将会再多爱你一千年 以上这些歌曲都使用了夸试法 而且呢,当使用了夸试法之后 你将会对这个歌词 非常的印象深刻 如此一来,搭配着旋律以及歌曲 就能够让你朗朗上口咯 同学们,除了在歌曲之外 我们也经常在英文的诗里面 看到夸试法的使用 同学们,我们接下来看 由Sharon Hendricks所写的 What am I?这首诗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诗吧 I am bigger than the entire earth 我比整片大地还要来得巨大 More powerful than the sea 我比大海还来得有力量 Though a million billion have tried Not one could ever stop me 虽然有好几百万 好几十亿 已经试着想要阻挡我 但是没有人可以成功 I control each person with my hand and not hold up fleets of ships 我用我的手控制了所有的人 并且能够挡住一艘艘的船 I can make them bend to my will with one words from my lips 我只要开口说一句话 他们就会臣服于我的威严 I am the greatest power in the world in this entire nation 我是这个世界上 以及所有国家当中 最有力 最至高无上 无法无边的人 同学们是否有发现 红色字体的部分都是夸视法 而我们看到在最后两句话这边 他说到 No one should ever try to stop a child's imagination 原来这篇作者 他想要描述的东西 其实是小朋友的想象力 因为小朋友的想象力 充满无限的可能 所以呢 作者使用了非常多的夸视法 来描述小朋友的想象力哦 那么在看完夸视法的例子之后 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夸视法吧 我们可以试着以 形容词 the adjective 副词 the adverb 动词 the verb 片语 the phrase 或者是名词 the noun 来强化句子里面的夸视用法 那么我们要如何使用呢 我们可以在句子里面 以空间大小 数量多寡 形状大小 时间长短 距离远近 速度的快慢 或者是程度的轻重等特性 来形成强烈的对比 以及反差的效果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是以 adjective 形容词 来举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句子 Tom always says he is exhausted even though he doesn't do anything for the whole day Tom总是说他筋疲力竭 即便他整天闲闲没事 有没有看到 exhausted 是形容一个人 累垮了 再也没有力气做其他事情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句子里面 看到强烈的反差效果 这样子呢 就是一种夸视法咯 第二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The weather in summer is scorching hot 夏天的天气 炙热难熬 在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英文单字 叫做scorching scorching呢 就是烧焦 是指热到跟烧焦般一样难受 第三个句子 My mother's hands were freezing after washing dishes 妈妈的手在洗完碗之后冰如霜 我们可以看到 freezing这个形容词 描述的是 妈妈的双手在洗完碗之后呢 像结冰一样 第四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到 The politician's critics are always piercing 政客们的评论 总是刺耳难受 piercing是指穿刺 穿透的意思 拿来形容政客们的评论 非常的刺耳难受 这也是一种夸视的使用方式哦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四个句子里面 都是以程度的轻重 来完成夸视法的使用哦 接着我们来看到 以副词The adverb来举例 第一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Aima is unbelievably beautiful 艾玛它美得不可置信 我们看到 unbelievably不可置信的 同学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 也常使用类似的使用方式呢 像是 它美到爆了 它超级美 这些呢 都是夸视法的使用哦 第二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The project is totally ruined by peers 这个计划 彻底的被皮尔斯搞砸了 totally 这个副词 表示彻底的 拿来形容 ruin 破坏 这个单字 所以这个句子 也是一种夸视法的使用哦 第三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Global warming is an exceedingly difficult problem to all people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四个句子里面 前三个是以程度轻重来表示夸视法 然而在最后一个句子 forever是用时间的长短来完成夸视法的使用哦 再来我们看到 以动词 the verb 来举例夸视法 第一个句子 我们看到 The loading of the work almost killed me 工作量 快把我给搞垮了 我们可以看到 动词 使用了 kill 代表这个工作量 非常的多 多到可以把人给杀死 第二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The fireworks on new year's eve dazzled us 跨年前夕的烟火 震惊了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 dazzle 这个动词呢 指的是 使人震惊 或者是 使人目眩眼花的意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句子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were bombarded with questions 人民向总统大选候选人 提出 连环炮诸四的问题 代表这些话 非常的具有攻击性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三个句子里面 同样是以纯度的轻重 来描述夸试法哦 那么我们来看到 以片语 the phrase 来使用夸试法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例句 The line to Jolene's concerts was so long that it extended from here to Mars 这个句子呢 说到 蔡依林的演唱会的 排队人数 多到可以从这里 衍生到火星去 所以呢 from here to Mars 从这边一直延伸到火星去 有没有可能呢 这代表 蔡依林的演唱会 非常的成功 吸引到非常多的粉丝 来排队看她的演唱会 第二个句子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phone call for ages 我已经等你的电话 等了非常的久了 我们可以看到 for ages 代表呢 时间 非常的久 过了好几好几个世代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附词的片语 来形容 等电话 等了非常的久 第三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Jordan dropped so high that he can almost reach up in the clouds 乔丹能够跳得非常的高 他几乎能够触及云朵 up in the clouds 这个片语拿来形容 Jordan 他跳的高度 非常的高 高于常人 好 第四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Edison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his research 爱迪生日夜不分的 做他的研究 所以同学 我们可以看到 day and night 这个日夜不分的 拿来形容 爱迪生 他非常的努力 在他的研究上面 甚至他无法分辨 白天和晚上的差别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四个句子里面 第一个句子 是以距离的远近 来描述夸试法 第二个句子 是以时间的长短 来描述夸试法 第三个句子 一样是以距离的远近 来描述夸试法 最后一个句子 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是以时间的长短 来描述句子的夸试法 最后一个 我们以名词 the noun 来举例夸试法的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个句子里面 Johnson is so hungry that he can eat a horse 强身 他饿到能够吃下一匹马 同学们 光用想的 就知道这件事 是不可能的 所以理所当然 这是一个夸试法 第二个句子 Richard's mansion is like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理查的宅地 就像总统宫殿一样 代表他所住的地方 非常的豪华 就像总统宫殿一样 第三个句子 Nancy is too poor to afford a meal 南西 穷到一顿饭都付不起 a meal 一顿饭 虽然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有人可以连一顿饭都付不起 这也是一种夸试法 第四个句子 Brian walks as slow as a snail 布莱恩走路跟蝸牛一样慢 蝸牛这个生物呢 走得非常的慢 如果拿来形容一个人走路的话 那么想必这个人走路一定非常的慢 这也是一种夸试法的使用 那么在这四个句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句子是以数量多寡 来使用夸试法 第二个句子呢 是以空间大小 来形容一个人的房子 第三个句子 是以数量多寡 来形容一顿饭所付得起的金额 然而在第四个句子里面 我们是以速度的快慢 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 接着 It's your turn 我们来练习夸试法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题 请同学们找出句子中的夸试法 我们看到句子 It's so cold today that the whole city became an icebox 同学们 在这三个不同颜色的底线里面 哪一个部分是夸试法呢 没错 答案是 became an icebox 因为天气非常的冷 所以呢 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冰箱 恭喜你刚刚对的第一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The gigantic cockroach in the living room scared everyone 同学们 红色 绿色 蓝色 哪一个是夸试法呢 哪一个是夸试法呢 没错 答案是 The gigantic cockroach The gigantic cockroach 里面的 Gigantic 这个形容词 老师刚刚有说过 是以大小的程度来造成夸试法的反差效果 恭喜你答对了第二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I have watched that movie a thousand times because I love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at movie 同学们 答案是哪个颜色呢 没错 答案是 A thousand times 一千次 即便你看了电影 看了非常多遍 如果看到一千多次的话 代表也是非常的夸张 这个是以次数多寡的片语 来描述夸试法哦 恭喜你答对了第三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The 3D glasses make the vision become so realistic That people can touch the objects with them 同学们 答案是什么呢 没错 答案是 蓝色的底线 That people can touch the objects with them 当人们戴了3D眼镜之后呢 东西变得非常的真实 以至于 人们可以碰触到眼镜里面的物体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夸试法的使用哦 恭喜你答对了第四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Janice is such an incredibly talented singer that she has won many awards around the world 同学们答案是什么呢 没错 答案是 红色底线 Janice is such an incredibly talented singer incredibly 这个副词代表是不可自信的 和我们前面所学的 unbelievably 不可自信 是一样的意思 这个副词呢 拿来形容 talented 有天赋 有才华的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夸试法的使用哦 所以这也是一种程度轻重的夸试法哦 恭喜你答对了第五题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题 The history teacher always makes students so sleepy that we believe he can treat those who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insomnia 同学们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颜色呢 没错 答案是蓝色底线的部分 that we believe he can treat those who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insomnia 以至于我们相信 老师可以治疗那些长期失眠的同学 这个是不可能的 即便老师讲话再这么无聊 也不可能真的把失眠的人给治好 这也是一种夸试的用法哦 同学们 恭喜你答对了第六题 最后一题 我们看到 The speaker on the stage was very nervous He got such a shaky voice that we thought we felt an earthquake 同学们 答案是什么呢 同学们是否有感受到地震了呢 没错 答案是蓝色的底线部分 that we thought we felt an earthquake 我们感受到了地震 因为这个演讲者 他在台上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的声音非常的颤抖 颤抖到好像有地震一样 这也是以程度的轻重来完成的夸试法哦 恭喜同学答对了最后一题 恭喜同学答对了所有夸试法的题目 以上是夸试法的介绍与使用方法 你学会了吗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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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